哈啰大家好 我是五哥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玩者中小游戏视频 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两个房钟 看一下谁更强一些 就是死守高地 两个房钟在一起的话 这个打起来确实是一个挺麻烦的节目 大家随时开个大 大家互相开大 高地开大 有的攻都攻不进去 我们的前夕是比较落后的 然后还经过几次那个 那个比较惨痛的 差点都长灭啊 这一波主要是我们这边准备打主宰 这边都在等待一下 我们这边的清理野冠 顺便等这个主宰一出来 然后这边就开个大 其实我这个位置还是站得有点不对劲啊 这边打了半天的主宰 一瞬间就被那个干将给抢了 其实我应该要站在前面面 因为我怕我被人虐了 所以我就站在这个角落 安全是安全了 结果主宰被抢了 所以我们被迫在家里守了一波 那主宰过了啊 那这边队友在说坠了 为什么主宰会被抢了呢 确实可能是由于我的站位不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黄中也开大 这个时候我也开大 然后先躲开了 因为闪现躲了那个黄中的攻击范围之内之后 然后我先不练血 然后我们换了哪吒 开个大直接飞了对方的黄中 那后期哪吒 打黄中就挺好用的 前期我们这边哪吒 正乎还剩的挺多的 然后这个时候 莫子控制了两个人 先把那个谁击杀了 这边貂蝉跑了 想跑跑掉了韩兴啊 刚才说韩兴 韩兴拿着跑了 这边貂蝉就跑不掉了 因为韩兴你还跳跳啊 随便一下就跳没了 然后这边一波我们想攻上去 这边中路一波 把他们的中路塔全部推了 这边剩下两条那边边路线 交给队友去清理就好了 然后这边韩兴还想偷塔 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勇气啊 没有兵线 他就直接敢去偷 那是怎么想的 那这时候他跟我当场打 因为我的装备已经出来了 差不多了 这个就不怕他 前期我可能还挺怕他 尤其是在这高地守着 我都不敢出太迷太远的懵 这时候我开开大 守在这里 这就看谁环冲开大的时机 怎么掌握的比较好啊 谁就是 谁就能获胜一些 优势占的大一点 装备出战都差不多 这已经打得很后期了 二十几分钟了 这波我们把这边打了两个 这边环冲再打 那个暴君啊 最后被我们去杀掉之后 然后我看家里已经不行了 然后回家清理一下兵线 所以我们塔已经几乎被拆关了 我们半天才把对方的中路塔推掉 这边又是韩信过来 韩信被我和那个墨子直接虐掉啊 虐掉之后 我们就这边虐得打野啊 清理怪物 这边他们又开始发起了一波进攻啊 然后这时候我把鞋子卖了 卖成买成了护火甲 因为已经打到很后期了 经济已经上去了 也不知道该出什么之后 鞋子几乎是在后期就把他给卖掉了 卖掉之后他们开始一波进攻 然后对方黄中也不知道想什么 拆我的大招攻击范围内 三架就把他打掉了 打掉之后他们没有进攻的东西了 只是去了一个卖中 他们的进攻势头基本上是没有了 但是他们还敢往前攻 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兵器啊 最后还是直接被我们打团了 幸好我这时候买了一双 那个护火甲被韩信挑死了 但是没法他们团灭 团灭之后我们这边 准备发起一波进攻啊 但不知道露娜还有 就突然一下改变了改变想法啊 就准备换了一边 然后我这没强攻了 最后没成功了 然后露娜这边把主宰打掉了 打掉之后我们这边赶紧回防 然后对方已经一波直接攻下来啊 带了几个两个兵 两个兵一个超级兵一个小兵 然后最后小兵都被我们打掉之后啊 小兵打掉之后 环中开大也没用了 因为没有兵线 打我们塔就去去不是很快 然后这时候就剩下他们两个人 然后我也护火了 雕像他们还不走 还是死了不走 这一波我们还攻 最后把黄中给虐了啊 黄中还有个护火甲 然后这个走了他一下 然后我们这一波强光 对面最少最慢的最快的护火是那个弹将 因为我们这中路一波直接强推 这回有两个队友支援我 我在这边开个大 几乎就可以直接强推塔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视频 关注微信公众号 有一个解说 欢迎大家去关注下次 下次再见 3 R ну 2 A 身避身避居有機 去浪去浪別擺股 去浪去浪 我去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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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我靠湯 我去祭 祭 祭 祭